好 再過一分鐘就開始請你下安場 這一場演唱會 可以看到這個模特兒長得非常非常帥 小帥哥一個 他其實當時真的就是一個模特兒 我們那個時候舉行了一場演唱會 叫做與我同行 它是關懷青少年的演唱會 當時我們所有的收入捐給陽光文教基金會 那個時候我們演出了一個歌舞劇 我們不敢把它連在一起說 因為實際上那個節目歌舞劇的部分只有半個小時 但是這半個小時 花了歌手們好多的時間來排練 這個是節目單的背面 因為這個是當時也是很有才氣的一位作詞人 他也是一個設計家叫做楊立德 他設計的 然後他在這個上面還寫了一首他寫的詩 叫做擁抱 那當時呢 在我家 然後呢 可以看到這些歌手們 一個是 這個是台照媒 這是蘇來 正宜跟李宗盛 然後金世傑 那因為我們要做那個三十分鐘的歌舞劇 所以呢 劇中主要的一些演員 我也被他們拉下去 因為他們兩個那個時候是演一個工廠的女工 那我就做他們的工頭 然後我們那個時候就要學木工劇 然後就要學著 只坐在一個椅子上 然後就好像前面就會有一個縫衣機 然後我就在縫衣服啊 該什麼的 然後他們兩個人呢 就談他們在昨天晚上 去跟男朋友約會的時候發生了什麼事情啊 什麼這樣子 那樣的一個非常有趣的 那其實我們那時候的構想是從那個 美國的歌舞劇 《西城故事》而來的 就是幫派卸購的概念 那這一天呢 是他們在我家裡頭聚餐 那他們幾個人都很開心 可以看到我們那個時候都比較瘦 都比較年輕的樣子 好 然後呢 傑夫丹的內夜呢 有一些他們在練舞的時候的照片 因為作為一個歌舞劇 他必須要練到很能夠上台 當時是林立貞老師呢 來幫我們編舞 這位就是林立貞老師 然後這是蘇萊 你看他們在舞蹈教室裡面 那這是黃韻玲、徐景淳、正宜 他們在練舞的時候的一些照片 然後這個是卓銘老師 好,下一張 那當時你可以看到李雅民 李雅民後來變成唱片公司的老闆 你們年輕的朋友大概知道李雅民的名字的時候 可能是跟范小軒連在一起對不對 是不是 差不多 但是這個時候是他剛出道的時候 他很帥對不對 他出的第一張唱片就叫做正面衝突 那那個時候我們的歌舞劇裡面 因為有青少年在西門町卸購的場面 就用了他的這首正面衝突 讓他們兩幫兩派年輕人在台上打來打去這樣子 那所以因為他剛發片 其實當時發片還有羅大佑、陶大偉 還有一個叫做Rock City Man 他們那個時候都參加了我們的演唱會 李雅民也參加了 那我們就用了他的這個歌 好,那是前面那一場叫做與我同行 那這一場就是在1983年2月8號的那天 我們第一次為這個雙溪旗智文教基金會 為智能不足的小孩來演出 我那個時候非常的感動 因為當時雙溪旗智文教基金會的負責人 叫做芳武,那他來找我 然後他帶著這一幅 當時是一個智障的人 他們畫的東西 我那時候就非常的喜歡這一張 後來我們演唱會決定要辦的時候 就用了這一個他的畫 來作為我們的整個的這個海報 那那次我們還邀請了很多的歌者寫新歌 比如說西松寫了一首詞 那吳處處把它圖成的曲 叫做小小孩 蔣勳也應邀寫了一個詞 然後台道媒把它譜了曲 叫做因為愛和希望 那梁洪志在當時就寫了兩個歌 後來這兩個歌都被收在他的這個 基督教的歌曲的專輯裡面 就是泛愛的真諦跟別人的世界 那賴西安跟蘇來他們和寫了地球的孩子 那演唱會的名字就是取這一個歌裡頭 他就是說牽他的手牽著他慢慢的走 因為我們那時候一直在講 這個演唱會叫什麼名字比較好呢 後來就看到了這個歌詞以後 大家都公認這個歌詞裡面的牽著他 是很可以拿來做這場演唱會的 表題的 那除了歌手以外呢 還邀請孫悅來配合張兆棠幫我們拍的幻燈片 來介紹智能不足孩子的景況 那《灰夢》那個時候就來唱了 《For Every Young》這首歌 還有那個時候很有名的《許不了》 他來表演口技 然後季正跟王萬雄那個時候主持 我們當時的藝脈 所以這是我們第一次非常正式的 來舉行了一個為智能不足的孩子的遺言 那我們要來講一講當時的演唱會 你看我們設計了五種不同的票 紅色的是招待券 然後有100元券200元券250元券 我們最貴的票是300元 然後這個票的樣本要留著 那個時候沒有像現在的什麼年代啊 或者是國家巨人的售票系統 所以呢各種的票券呢 我們要用手去填它是幾台幾號 還不能錯 因為錯了就會有重號出現 然後呢要把它分好之後 送到不同的季售點去賣 然後要每天打電話去問說 票賣的怎麼樣 然後我們就要有個票務的人呢 每天打完電話之後就要跑來跑去 就要把剩的票比較多的這個點呢 把一些票挪到那些賣的比較好的點去 那個時候我們沒有捷運 也沒有快遞 所以這個工作呢是一個非常艱辛的工作 那我們當時有一個民歌委員會 可以看到這些人 我當時就是被他們選出來做主任委員 那我就要跟他跟他講說 我們的革命情感是怎麼樣起來的 因為我比他們年紀都大一些 然後我已經有一個家庭 那我的家呢 當時在就是現在我住的這個地方呢 坪數還蠻大的 可是我跟我的先生那個時候還年輕 我們沒有太多的錢 我們買了房子以後呢 沒有錢去裝潢 那但是我們的客廳非常的大 如果我們不做一點裝潢 或者不做一點事情的話 我們在屋子裡講話都會有回聲 所以呢 我們那時候就想到一個最省錢的方法 就是通通鋪上榻榻米 那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兩個孩子也都還小 我的老二那個時候才兩歲 所以呢 在榻榻米鋪起來了以後也非常好 因為我們用那個騰的沙發 他們把它一扣起來 就可以變成山洞 或者變成火車 所以在榻榻米上呢 他們就可以很自由的在那邊玩耍 那我只要搬一個桌子出來 然後大家席地而坐 就可以在我家開會了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有很多的策略 很多的會議 很多的檢討 都是在我家舉行的 那因此呢 你可以看到這些人 楊佳、段忠儀 他是當時本時雜誌的發行人 段忠涵的哥哥 我們叫他二毛 然後简上人 他是當時米南語歌曲最有名的作者 楊光榮他是一個耳鼻喉科醫生 可是他非常的喜歡名歌 他當年在學校念書的時候 他的學費其實是靠著他把那個 西洋歌曲裡面那些歌 用手寫寫成譜 然後呢出版一本一本的那個歌本 來賺的錢來維護了 就是維持了他醫學院的這個開銷 那後來他也對於傳統名歌很有興趣 那岩莊是一個媒體人 那有蘇萊有吳楚楚 吳朱文那個時候已經在經營唱片公司 那對不起 甘雨梅是我當時中央的同事 然後楊耀東跟鄭李都是歌手來參加 然後我們還有三位幹事喔 一個是魯芬 一個是彭公華 一個是李宗盛 那彭公華呢 他就是後來張小燕的先生太保 那李宗盛呢其實在當時還是小李 當然他現在已經變成是大哥 但李宗盛那時候非常的可愛 他曾經來找我說 想要維持一個管弦樂團 那他就很辛苦的 而且很努力的寫了一個proposal 然後我們那時候有一場演唱會呢 就是李宗盛的 他的民風樂服管弦樂團來幫我們擔奏 那這場演唱會裡面呢 張兆棠 你可以看到他負責印象製作 我非常喜歡他拍的那個黑白的照片 然後林克華當時是漁門舞集 他在負責做舞台燈光設計 所以我們那時候特別去找了很專業的人來幫我們 還有他的小劇場的工作人員 然後這些都是當年藝文界的朋友 他們對我們這個演出的支持 然後當時有個合唱團 這些人 看我們有發國號鍵盤樂器 這些人 然後 東話耳朽天手的唱團 就是來幫忙唱那個雅西亞的孤兒 陪著國大又一起唱小朋友合唱的部分 這張很有意思 我自己找出來的時候覺得很好笑 我剛剛已經嘲笑過我自己 我的字寫得很難看 這張呢 真的又是丟醜啊 是我的圖也畫得很難看 可是呢 在當時我們真的就是完全手工 那個時候沒有電腦 所以呢 這個是國父紀念館的舞台 面對觀眾的地方 然後我們在這邊呢 要放半燈的螢幕 我把它畫出來了 然後這邊要放鋼琴 這邊呢是樂隊 然後這邊是合唱團 然後呢 這邊有幾個點 比如說第一個點 歌者有四個五區 他們誰是在第幾區 你可以看到黃韵琳要在第二區 王仲坤要在第一區 誰在第三區 羅大又在第三區 這個王欣蓮在第四區等等 所以我們就有 一二三四個區 然後這邊呢就是表示 國父紀念館的部幕 因為有那麼多個層 很有意思 我那個時候也就在 我不知道我會留下這一張 所以其實我就覺得 哎呀好好玩 我那時候真的認真哦 好 隔了沒多久啊 在86年 1986年7月 我們又舉行第二次的簽著他 那前面的演唱會 我都是自己上場去主持 但是這一場呢 就邀請了孫月跟文藝夢來擔任主持人 我在演出的話裡面 有特別講說 我們上一次辛辛苦苦地辦了兩場 大家都義務 但是開銷真的非常的大 因為你想樂隊的錢 我們要放換燈 所有的這些東西真的是 結果最後沒有捐出多少錢 當然還是捐了啊 可是雙系的負責人方五他告訴我 他說 錢的多少真的在其次啊 因為我們每一次演出的時候 就藉機會讓更多的人了解其之教育啊 並且給智障者更多的關懷 這個才是更重要的目的啊 那他這些話說服了我 那我也用這些話去說服了所有參與的人 那我第一次真的去幕後 完全做幕後的這個策劃的工作 那演出的節目單上有兩個這個廣告 有一個呢就是 你可以看到啊 就是有幾個音樂人 就是曹俊宏 這是曹俊宏 這是紐大客 這是陳富民 陳志遠還有 這是曹俊宏 這是梁洪志 他們呢創立了可登唱片 然後出了我們的專輯 就是在廣告 另外呢就是給他們開心的唱片 是鍾少蘭跟韓正浩 邀請音樂人為兒童心臟基金會 來一演 那這位呢是也已經過世的洪光達 梁洪志也已經過世了 好下一張 那我們在節目單的封底 剛好喜馬拉雅唱片公司 就發行了We are the world 就是在那裡 所以我們那一場演唱會呢 就有喜馬拉雅唱片公司 當時這個活動是麥可傑森發起的 麥可傑森也離開我們了 那這一個MV很有意思 真的百看不厭 那我去年到四川 因為芳武他現在在四川 他的媽媽的老家 他已經去那邊十二年 然後去把他對於智障教育的概念 帶到他媽媽的老家去 那現在在中國大陸呢 四川省 在重慶這個區域 已經是做智障教育呢 做得最好的地區了 那我到那個地方去的時候呢 芳武就招待我 在他們家住了一個晚上 然後他就把這個MV拿出來放 結果很得意的發現 我這些人那些歌手我們還記得 一個一個名字我都叫得出來 好在這一場呢 就是特別要提到馬兆俊 我們在1988年的23號 當時新路文教基金會剛剛成立 那他們就希望說 沿用當時我們對雙膝所做的方式 來幫他們異議 那當然我們也遇不容死 因為當時 新路文教基金會是一些家長組成的 那他們當時就認為說 他們最怕的是 如果有一天我比我的孩子先死了 我的孩子怎麼辦 所以他們彼此互相來幫助自己 那這一次除了歌手舞外 還有很多的廣播主持人 上台唱歌 那我是這個所有的主持人之中的一個 那這一頁上面還有其他的主持人 有陳美瑜 陳一芬還有梅忠欣 那當時我們馬兆俊呢 剛剛會舞 然後呢出版了他的第一張專輯唱片 我要很多 然後他就覺得 哇這個拿來做演唱的名字 真的太好了 然後也邀請他來參與這場演出 那所以後來 在他過世的消息傳出來的時候 新路文教基金會當時的執行長 周錦一女士 他在新聞上面看到 第一時間就把電話給我說 好可惜喔 當時他幫我們好多的忙 因為新路文教基金會 他們的第一群基金 將近百萬 就是我們幫他們走出來的 當然後來他們發展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這個機構 真的是很棒的一個機構 那他就來問我們說 我們可以為馬兆俊做什麼 這場演唱會裡面 有一些幕後的工作人員 你看是誰做什麼誰做什麼 我們感謝什麼人 那我都覺得這些都是很棒的歷史 然後留下來讓我們可以合位一下 那這個節目當中 我們還預告了一個活動 就是在3月4月間呢 我們要到美國去學會演唱 那在美國的學會演唱這件事情 也是非常的有意思 當時呢 其實國家有很多的錢拿來辦 我們去看薛偉喬高的歌舞表演的團體 但是我們走的路線不一樣 我們就完全在校園裡面去跟當地的一些 我們認為是所謂的新一代的喬毛 我們那邊像不是那個當年想去開餐館 或者開洗衣店的這些老一輩的華僑 因為經過了這麼多年 很多在當時出國留學的朋友 選在美國升登 他們其實都是後來的留學生 那我們呢 因為有一些贊助的團體 所以呢 就邀請一些相關人士來驗收我們的節目 那其實第一次去美國演唱 是在1982年 那這裡已經是第二場 這是我們第一場 在美國的演出 那前面的綠色的這個是在紐約的節目單 白色這個是在波士頓的演出節目單 然後那個洛杉磯的節目單很好玩 他把我們這些 你看他對我的介紹啊 是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這是我們的封面 好這個我們趕快的來過去啊 好 那下面一頁呢 就是歌手 一個是台昭梅 一個是吳楚楚 還有葉家修 還有陳明韶 陳明韶他其實當時 經歷獎的第一屆冠軍歌手啊 然後葉家修是當時明遙峰 所發掘出來的新人 而這兩個比賽 在當時的唱片節都是非常重要的 那那個時候蘇蘭剛剛要發片 然後猜琴 那個時候封他為感性歌者 可以看到那個時候他還沒有很會打蛋 那接著就是奇遇 奇遇那個時候剛好在美國念書 所以我們就是透過電話跟他聯絡 他來參加的問題 那那個時候的演出沒有意思啊 我們真的是為了文化交流啊 到各地的校園去演唱 那除了機票還有吃住啊 是由各地安排 沒有任何的聰明 甚至於這個沒有瑞鬼 大家都一定自喊自唱 也沒有任何的專業人員隨行 就是大家就 就上海了另一個 然後就是主持了 然後很好笑 我們準備了一些換燈片 結果呢 因為我們沒有帶專業人員隨行啊 沒有一個人負責放 所以我們唱了幾場 就打出機場 我們笑回來 那因為都是當地的同學在幫 那現在想起來覺得很好笑 可是在當時也覺得很好玩 那這個呢 就是過了六年以後 我們在有機會再次到美國去演出的時候呢 我們特別把這兩個對比啊 那前面你可以看到 這個就是我們的一個草屋 那設計家呢 那就把這個大概的狀況 一個layout給我們看一下 那這個呢 就是後來我們正式的一個海報 到了1989年的時候 我們又再次去美國啊 那這一次的演出很有意思啊 也是我們第一次跟全美學員接觸啊 我們那時候在阿德里區域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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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第一次就讨的这些地方 然后在座谈会讨论一些什么的议题呢 非常广泛 参与的人每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题目 歌手还有音乐总监 音响总监也都参加了这个座谈 也吸引了很多的观众参加 这个也就变成了陈锋岳府 在各一区办活动的时候 是一种主要的特色 你看我们真的说 目前国内唱片制作的状况 国内乐手的工作机会与编曲的工作 中国音乐的世界观 音乐著作权的盗版的问题 录音工程与演唱会的音响工程 从合音开始到歌手的心路里 唱就是马玉芬 人叶扣各人对演唱看演唱会 还有唱演唱会的观感 季鸿仁他是做电脑音乐 在音乐工作中扮演的角色 我是主持人做出结论 然后观众来提出问题 这是我们在内所做的 我认为他其实是主演唱会的 更重要的文化角色 然后1990年 那个时候天安门试验已经发生了 那全美演学院的负责人呢 李良山他主办了我们一系列的演出 因为前一年这个天安门试验 让美国各地的学校 在知道我们会去以后呢 就纷纷的加入邀请行业 这次演出时间长达 一个人应该唱了14场 那李良山这是他那时候给我们的公文 李良山 那他现在是李安的特区 我们在现在在全世界队里 只要李安出现 我们都应该看到李良山 那这个方文 那个时候我没有电脑 所以是我手写的行程表 这一场我们是4月3号到纽约去了 然后一路呢创造4月27号 到美国各地的地方 那今天在场的观众 有一位是我的同学 那个时候他叫艾尔瓦 李舒静同学 他在艾尔瓦来接我们 这上面应该会有 哪边有艾尔瓦 艾尔瓦 日期都出来 4月15号 OK 好 那这个节目单呢 也是我留下来的一个手写的东西 我们那一场演唱会叫一世情缘 那第一个部分都是歌手自己挑的歌 那第二个部分呢 除了针对当时流行的好歌以外 还有针对天安人士而选的歌 这些歌包含有历史的伤口 奉献 一无所有 还有500 miles 这首歌是当时一个美国的乐团 叫做Z-Sight 他们的团 他们这个团呢 特别为天安人士 就是把500 miles 跟词重新改写 然后还有一个写水相连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请大家听 这是杨立德所写的词 这个奉献 就是苏瑞所演唱的 然后是翁笑良所写的曲 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路在做的这个事情里面 有点精神 就要来 下一次 多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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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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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河奉献给海洋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朋友 白鸽奉献给蓝天 星光奉献给长夜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小孩 雨季奉献给大地 岁月奉献给季节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的天娘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我拿什么奉献给你 以后就要来讲两个在最近的活动 这一张海报诗与歌的回旋曲 是在2008年9月26号的晚上 在台北的大安森林公园音乐台 我们举行这场音乐会 主要的目的就是祝贺于光中老师 80岁的生日 杨雪在这场演唱会上 特别演唱了余老师 他的作品普成的新歌 杨雪很有意思 因为其实这个动想是他提议的 他那个时候呢 他从北京 然后在北京 应该是在07年的时候 他在北京参加了这个活动 然后呢 他就赶回台北来参加 当时呢 为雄泽 他过时30周年所举行的演唱会 那因为我是主持人 所以我在后台 就跟他随意的聊着天 是他提起来 明年你要是20岁生日 你要来做点什么好玩的事 那讲到这件事情 我就未在想出 其实今天在讲这件事情 好像很严肃 但是事实上在当时 以我自己个人来说的话 都是觉得这件事情有意义 很好玩 然后呢 就找到了一群志诚道合的朋友 大家一起去做 那然后呢 我们会一定会碰到很多的挫折 比如说像这场演唱会 我们也遇到了挫折 因为本来我们是希望台北一场 高雄一场 那我那个时候 我还跟这个负责做执行的 这个炎火月籍的负责人 朱鲁贤 我还特别到中央大学来看场地 跟学校的有关当面 一起吃了饭 讨论各种的可能性 然后我们又去办会 高兴市政府的新闻处 然后跟他们也谈到了 一些可能的合作 但是是到了最后的一秒钟 才获取 那那个获取就是在于说 可能是某一位长官 对于这个活动不是很感兴趣 所以呢 签诚一直没有签 那我们已经要印海报了 甚至于到后来 他们告诉我们 因为工作人员 一直会觉得 这个是长好的 没问题 所以我们连海报都印下去了 之后才临时很高 所以我们第一批海报 等于就是白费了 后来韩汉改成 只有在台北的这场 那但是呢 我们后来也发现就是说 本来呢 余老师说 如果在高雄办的话 他就不到台北去了 我就去参加高雄的这场好了 那我们的时候也有点着急 因为高雄这场没有转播 只有台北大一森林公园的这场 公共电视会去转播 我们就一直在想 哇转播的时候 那一场演唱会的人 如果没有余老师 亲自在现场的话 会很遗憾 所以我有时候会觉得就是说 很多事件上的事情 很难讲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因为真的 你在大一森林公园 就算是有几千人在场好了 后来我们在公共电视播出的时候 他可能是几十万个人在看 几百万个人在看 会认为说 这样的影响力都是更好的 那那场演唱会 刚刚余老师就说了 很有意思啊 下起雨来了 但是台下的观众 当然有人走了 但是极少的人 很多人都还是撑着伞 穿着雨衣 就坚持地就看下去 因为那场演唱会 我自己会认为是制作的 非常霸得像演唱会 看到我们向师爷的致敬 那上台致敬的这一位献花的 是南方二童唱的 严宗玉大南方 那这场演唱会 我们特别邀请 林正阳来唱 余老师自己呢 最喜欢听我们这样唱 这个回血曲 可以看到 那后面的这些字 是我先生的手稿 那这是我跟老师帮 我们在这个 李双泽的音乐会之后呢 我们第二次 年内主持一个演唱会啊 可以看到我的眼神里头 多么的重复的儿子 好 那我们现在就要来听杨玄 他把余老师那天 那天演唱会 他唱了好几首新歌啊 这是后来杨玄出版的作品里头 那《河水观音》啊 我特别喜欢是因为 后来在 好像是 冯光山的报纸啊 看到余老师写那个 关于千首观音 在大族的那个电手诗啊 我也很感动 所以我们这次 我们要去的这首歌 我们下来听杨玄出版的作品里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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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介意把他的打您放下来听杨玄出版的作品里头 留给我的母言 冯婷 吧 就是〝呃 ——〝太厉�》 摩敏 割水墨拜五百半生 主城市周圆灰城市有面 淘擠西水蜘蛛的情分 山市年载里不过水煮煙 卷了香河老了行人 平水的仙子却永不改变 神秀可寄难忘盖子和情欢 集园在海外集团在梦中 仍安慰我一乡一席的经验 让高树公路在远方呼啸 小心现代小心未来 却爱你千年和小美高爱她 让行人都熬去只要宁愿情 让地里睡怪 让一切贪婉都哭受 你不独的悲鸣 让我心水皱上你去 上下三分心温 上下涉水来回撑破 下一片白雲 一念暂无度 你无说回应却无经文 淡淡的适当默默的请求 你定全取了我吧 乖乖乖乖乖乖乖 我们的你的名字 我们的片段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